所以既然重建圣殿这么重要 那我们就要问重建圣殿的属灵意义到底指的是什么 刚才讲到重建祭坛是恢复该有的次序 让主居守卫 重建圣殿就特别强调 我们要重建整个生活的中心和目的 换句话说就是要恢复以神神的旨意为中心的侍奉与敬拜 说到神是我们一切生活侍奉的中心目的与内容 我再说一次 就是讲到恢复以神为中心的侍奉和敬拜 让神是我们一切生活侍奉的中心目的和内容 为什么要讲这三个 中心目的和内容 就好像我们参加婚礼 婚礼的中心当然新郎新娘 对不对 就是我们除了讲到神的统债以外 或是指的那天的婚礼 新郎新娘是中心 那目的是我们来自你分享他们的喜乐 来见证他们在神面前的立约 那么内容就是婚礼的内容 那么我们整个的生活和侍奉 中心目的内容都在神的身上 所以沃人威斯比在他真实的敬拜里面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都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 而不是替代品 这句话讲得真好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我们的侍奉 来替代了我们对神该有的敬拜 我们很认真传福音 我们很忠心的在那里带领诗歌敬拜 我们很忠心的做教会各样的事 但是我们可能缺少了跟神直接的 第一手的在这里敬拜 侍奉这位至高者 那种直接的敬拜 所以他说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 因着敬拜神 神感动我去全福音 因着敬拜神 我在这里唱诗赞美神 因着敬拜神 我为神做每一样的种物 整洁饭食的工作 他都是从敬拜里面出来的 而不是成为敬拜的替代品 以为我这么做就已经是侍奉神 就是在敬拜神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不要用任何其他的人事物 包括我们的服饰 取代了这位至高无上 绝对独一的神 他该有的地位 所以圣殿的重建 他非常注重整个团体的侍奉 和敬拜的恢复 而是神家整体见证的恢复 我请不要用地下来 按赬拜神 转发上去的团体 不过 就不能用地下还有 好 这一尝 这是区域的 这一尝 我也能找到 我们不过